你知道我爸你吃完了 然後我大喊麵線你吃完了 當下午茶的輕食來一份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個人可以把他當成正常來吃兩碗 我可能要三碗 歡迎收看地獄下午茶 好久不見 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董靜喬 哈囉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董靜喬 AKA姆思 因為姆思在我的心裡面 是一個非常斯文 Gentlemen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攻擊性 本節目的調性就比較 aggressive 卓哥旁邊 然後提升一下我的火力 我們希望可以今天這一集 就把你那個死掉 我好幾層 我可能要敲 今天非常開心呢 我們有一位很棒的乾爹 來自台中的 來一碗大腸麵線 大腸麵線本人 我最愛的大腸 還有幫我們準備了 肉丸 烏梅汁 其實他店裡面呢 還有賣臭豆腐 但是因為台中市上來的 希望有機會可以在我們辦公室裡面 擺一個油鍋 炸臭豆腐給我們吃 這碗餘住 我還不是說你嗎 喔沒有 我是想要把你丟到油鍋裡面 那我們就 先開動 先開動 這個辣的 我要加一下 我們製作人的 鵝肉蓋打雞 好 我們來一個先輕鬆一點 這辣很香耶 好來一個 剛結束的奧王 本來看好的俄羅斯三劍克 還是 所以你看好不是我看好 前面三次對決他是贏兩次 結果還是被Joko製作戰 可是你不覺得看Joković的比賽 你沒有辦法確定他今天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他喜歡操控我們就是球迷那個心情 應該說Joko是一個秀位非常足的球員 他知道現場球迷該嗨的時候要嗨 他常常做這種動作去遇到 摔拍雜拍他也沒在客氣 就感覺雜拍只是他整個秀裡面的一個環節 可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電視台其實是還蠻有趣的 平常就是不會報這些體育新聞 就只有在這種比較有情緒性的表現的時候才出現在他們的版面 可是你平常知道他是誰嗎 沒有你可能以為他是賣雞排的吧 而且就大家會很針對雜拍這件事啊 可是其實說真的我覺得雜拍OK 你不要雜到別人造成別人的 不舒服啦 對可能就不好 可是雜拍他自己在中間發現我倒覺得還好 我們不可能要求就是所有的運動員都很像聖人一樣 這一方面也可能是中西運動文化的差異 可能東方人就真的是請揚公儉讓 歡迎大家在這種秀位十足的職業運動賽場上 可以溫良公儉讓 讓齊 我們的淑薇也是很佔據一段時間 這很像月經文你不覺得嗎 每次謝淑薇表現好的時候 新聞媒體在寫說 他在台灣沒有經紀人啊 他沒有贊助商 這麼多年了 都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或許他在台灣他就沒有Asia 他就沒有人去洽談這件事情 專業的運動員你還是要很專注在自己的訓練上跟比賽上面 洽談主動出擊的部分 真的還是要交給專業的來 這幾年台灣 那麼多機能的服裝品牌 怎麼大家都沒有想到謝淑薇呢 都是一些什麼大胸部的妹子啦 大肌肉的男生 世界頂尖選手就有一個好不好 你是誰 我嚇到了 沒有啦 你可以有很多的合作對象 但是你品牌的宗旨 你必須還是focus在專業的人士 其實在台灣呢 要做這個運動行銷 是跟國外有點反其道而馳的那種感覺 就是在台灣呢 真的你就是必須要身材好 顏值第一 沒有顏值什麼都是垃圾 你知道我們活著有多辛苦嗎 好啦別生起來了 生點大嫂 反正都已經放棄治療了 我們就吃起來了 生喜朗先生 發表一般演如果遭受到批評 而且他馬上就持續主席 如果讓太多女性加入理事會的話 會議會花很多時間 女性的競爭意識強烈 如果有一人舉手發言 那其他人也認為他必須發言 如果會議不控制發言時間的話 根本沒完沒了 女性有競爭意識怎麼了嗎 欸他們24個委員裡面也只有5個委員 是女生而已耶 這樣的比例應該算少吧 你也知道嗎 日本韓國 他們的大男人主義 整個社會的風氣裡是很明顯的 當然我們要先譴責這種 男女不平等 或是歧視女性的言論 但是你放在心裡講就好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又是舉世關注了東奧的主席 結果你拿出來檯面講 被炮就活該啊 就已經現在是這樣的世代了 我不覺得女性有不比男性的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就攤開來講好 我們每天在FOX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女生主管 比男生主管多 對 而且我們女主管還很多 哈哈哈哈 好好吃喔 因為吃得有點快 那我要加速一下 韓國女朋友沒有啊 霸凌 無限期被禁賽 霸凌人其實就不對嘛 可是在韓國的他們的運動文化 多少從一些運動電影裡面 就可以略知一二 基層的運動是真的還蠻高壓的 教練的那一種權威式的教學方式 基本上是不容質疑 學長學弟學姐超重 沒有辦法韓蔻空間的 我覺得很可怕耶 如果說這只是 那其實還有很多在韓國的各地 如果都有發生這樣的狀況的話 其實對於一個運動發展來說 其實是挺不健康的 霸凌人這件事情就是絕對是錯的嘛 不過對於一個選手來說 他當然沒有用終身競賽控制他 基本上也是判他的球員生涯死刑啦 應該說國家隊的生涯 以我個人的立場 我會覺得這個判決對一個選手來說 似乎中了一點 這個選手他也跟以前被霸凌的那個對象道歉了嘛 那我覺得如果之後呢 再展現更多誠意 比如說他去做一些公益 他把他自己曾經是過來人 是一個加害者 轉為一個宣導者 然後體身了出說 我曾經犯過這個錯 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一樣 會不會或許可以給他一個機會呢 如果我是他的球隊的老闆 其實我會先開除他 因為這個是形象是一個重錯嘛 要不然就是我要去想辦法幫他去做這個公關 讓這件事情不會一直是負面的 那如果說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做成熟的話 或許我真的比他在國家隊競賽 還來的好一點 我吃完吧完了 我要再多加一點大腸 我慢慢吃慢慢吃 人家是思維人 第一個佛爵掉了雷特的註冊 陳建州馬上發文致歉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用烏梅子數個口 烏梅子是不會太甜 他有就是清爽解密 我必須講我平常是不喝烏梅子 但我剛剛喝我真的覺得是蠻好喝的 好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時間序好了 2月14號呢 工程師與洋將雷特解約不到四十八點間 雷特就找到了新東家 2月16號 臉航員就在粉專公布了 Juju雷特即將要加盟的暗示 而且喔 那個時候我們的聯盟執行長黑人陳建州 也在社群就邀請球迷進場 看這種棒打老東家的復仇戲碼 上戲碼 誰不愛看啊 復仇的快感 就好像有給他一個環的費子 本來期待呢 雷特會在2月20號對決老東家工程師 但是因為工作簽證的問題 沒有讓他登陸 結果呢 隔一天崩回路轉 領航員就與雷特解約 我覺得規章沒有問題 但是處理的方式太粗糙了 他們翻出這個規章制度賽事規章的33.2 外籍球員同一個球季 只能註冊於同一個隊的名單 除非是有特殊需求 可以向賽務決策委員會來申請特例 他的聯盟規章裡面 他其實沒有特別的明確的寫 這個特例是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偏災啊 或者什麼人害啊 其實沒有寫得很詳細 他們在第一步處理的方式 就已經讓大家非常的詬病 上了網 拔草測了一下風向 現在是一面倒來在攻擊 大家可以體諒聯盟是第一年 難免會有一些沒有完善的地方 但是壞就壞在 執行長都已經發布了這個訊息 就會有人疑問說 難道執行長不知道這樣的聯盟規章規定嗎 再來 Heleague他是不是夾帶著 許多籃球迷對於SBO的失望 以及對於新的聯盟的一種期待 他們大大小小的 不管是社群啊行銷 都是因為有球迷的關注 所以特別的成功 可是呢 今天就是因為有大量的球迷在關注 所以你的一舉一動 就一定會被放在顯微鏡下面 去檢視 所以你們在處理這種事情上面 應該要是謹慎再謹慎 可是我相信這個規章本身 一開始立法 他就是要效仿中止 避免惡意的洋將挖角 只是說 像Juju他等於是被裁掉的嘛 那你是不是要設一個 比如說是 自願離職跟非自願離隊 他的這個評判標準 可以怎麼樣來做嗎 我覺得彼此大家流通是一個好事情 規章是死的 可是或許會不會還有討論的空間 讓這個聯盟話題性或者是靈活性更好 不要被一個死的規定方式 大家還記得尼諾條款嗎 但是這個條款在2013年的時候 就已經終止了 我們常在說職業運動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什麼 有不斷的活水 現在新的聯盟出來了 我們前面的例子都擺在他們前面 我不相信他們沒有考量到這一點 會有很多人問啦 你覺得聯盟會不會把他們在開會那個過程 公布出來給大家知道 我覺得公布會比較好啦 可能聯盟他有他們自己的一些考量 就有很多網友其實就開始猜測說 到底是哪個球隊代表否決了領航員的申請 但不管大家怎麼猜呢 如果他們不公布的話 這件事情就永遠不會有波雲見日的可能性 這件事情沒有處理好的話 原本支持你們的那個名氣 是可以畫作一把刀的 當然呢執行長也說 他會個人會承擔所有的責任嘛 那其實就是道歉 這東西硬要講就是行政上的疏忽啦 是蠻嚴重的行政上疏忽 死爛 台灣女足備戰世界盃 但體育組一天只發了 516塊錢的這些球員 2023年呢世界盃的女子足球賽 將要擴充為32隊 亞洲區將會5加1的名額 以目前亞洲區的各國實力來看呢 中國 日本 韓國 北韓的希望最大 剩下的議席可以直接進行名額 預期將會由第二等級的國家來競爭 現在台灣我們的女足隊 在亞洲排名第8名 剛剛的關鍵字是5加1是6 那是不是很有機會 世界盃足球賽耶 足球界的奧運會啊 最大的 哈囉 哈囉 如果說我們要參與的選手是 以社會人士等級的選手培訓呢 就是真的會影響到他們原本的工作 所以我就不太懂就說這個政策 應該是這樣講 他都有一個表格 奧運嘛 亞運嘛 跟世大運嘛 培訓選手的價碼 15500 516怎麼算 就這個東西除以30嘛 他長年以來都是用這樣的算法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會引起爭議 是因為前一陣子我們有關注女足的一些人士 也有去請益教育部啊 或署長啊 他們然後獲得了 長官們口頭上的答應說 好我一定會來好好推動這件事情 結果呢 在2月20號開訓的時候呢 方代海民署長 先生跟女足道歉說 大家真的不好意思 這次請假來參加我們東西 可是我們獲得的經費呢 還是就跟同年一樣 所以就會讓一些人感到有點錯愕吧 其實就有一些爭議性是說 他們希望女足所有人都可以到左訓中心集中訓練 藉此培養更好的默契啊 很多台灣一些傳統的訓練模式 還停留在選手 拉來左訓 關在左訓 大家生活在一起 培養感情 或許有一些單上是這樣 可是足球絕對不是 足球是你最好一直跟外面 一直比賽去流動交流 一門造巨是沒有用的 不管是美洲或是歐洲 他們國家隊的集訓呢 可能前兩周 大家回來做一些默契的配合 做一些戰術的指導 平常的訓練量 就是在你自己的隊伍去完成 目前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出國跟人家交流 可是是不是可以讓木蘭聯賽 讓他們裡面繼續run 甚至可以專門否爭取世界盃的資格 來安排一個更合理的賽程 不要讓他們過度消耗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啊 這個新聞一出來 其實引發很多喜歡足球人的關注 可是必須說突破這個足球的同溫層之外 到底有多少人還在乎這件事情 再加上 政府每一年基本上在做運動這個部分 都是沾光的欣慰 因為沒有選票 你有辦法幫他吸引到足夠的關注度 所以要在這個失利點上面做一些什麼功課 老實講還是很難 有一點我覺得看到不錯的就是 在20號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有蠻多的委員來尋求關注這件事情 而且也算是蠻低調的 他沒有出來要作秀 私底下聯絡然後想幫忙 好我們在突破我們自己的同溫層一下 平常沒有在關注運動的人 他們可能會有疑問說 為什麼我要繳稅給你們這些運動員用 這些體育署的經費難道不是我們的納稅錢嗎 還有呢 這些經費還有來自哪裡 運環的投注金 怎麼分配 不知道 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當然成績一定是一個考量 那如果一直以來都是用數據來去做評判的話 其他的運動項目是不會有出頭的一天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 台灣可能就只要發展單項就好 如果說政府在體育推廣上面 可以讓大家很清楚的了解 他怎麼樣去分配這些預算 而這些預算又是由誰來去做規劃跟爭取的 剛好也藉由這樣的事件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說 到底我們台灣的運動發展 要怎麼樣做會比較好呢 但我覺得 一定要做的 把體育署變成 以前戴霞玲女士還在的時候的那個等級 要不然不會有進步的一天 我們永遠都是要透過教育部 重點是這次的事件 教育部也說我們要大力的 一起去幫忙推動 我不曉得是出了什麼狀況 然後就沒有辦法讓他執行下去 如果有了解內幕的人 也歡迎來跟我們爆料 戒心道 啊你沒運動吧 丟小茶 統統節儉的冠軍隊 但大家的注意力好像放在 成員為什麼不穿西裝 要穿球衣去 文化差異吧 美國我們知道去白宮的時候是穿西裝 可是我覺得穿球衣也沒有不好 那件球衣代表了他們的戰袍企業形象 他也不是穿什麼髒髒的球衣 剛划完紅土了 乾乾淨淨一套啊 那有點太熱血了 我覺得OK啦 胃頭可以穿球衣一套 因為我們台灣的體育的發展 真的就是需要這一些 單刀直入的曝光 平常沒有在關注運動 沒有在關注棒球人 根本不知道今天總統接近了誰 上去也要讓大家看到說 他們名字是什麼 代表色是什麼 讓人家留下一個印象嘛 企業這樣子經營了這麼多年 也是一個小小的回報吧 一般說那種北報不是錢 而是一種曝光 一種榮譽 怎麼會叫我們穿小溪電影裝 這個宣傳就有點太大囉 你是不是想這麼做 但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有人問說那UNIGIRLS呢 你各位 你們重點不要放在拉拉隊嗎 有辦法今年拉拉隊 自己外新聞太強 太強了 你看我禮拜六才看完一個韓詩 司機啊 我看我五班都沒有信心五班 鼻子很讚 我真的真的很喜歡他們家的肉丸 它的皮很Q很彈 而且它的醬料剛剛好的調味 稱讚一下這個辣椒 香度跟辣度 我覺得還算是OK 也不會過嗆 大腸麵線它的基底算是清爽派的 大腸吃起來咬勁也不錯 然後也沒有腥味 來一碗大腸麵線 台中市北屯區 均服十六路 356-5號 靠近我們的大坑步道 大腸麵線臭豆腐 肉丸和烏梅子 全部都給它點起來 就可以跟我一起像在吃地獄下午茶了 今天非常開心地獄下午茶 邀請到 姆斯一起來 來跟大家就是聊聊天啦 我就覺得好像 我開始了這個姆斯的另外一面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姆斯的頻道 2019年爬了玉山之後 開始經營一個小小的登山頻道 叫絕體日常 主要是介紹裝備跟一些觀念 跟我們就是經營頻道是不一樣的理念 我們就是要把自己吃成一顆球 今天地獄下午茶就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啦 掰掰 欸製作人 把你的大麵先拿過來 我幫你加 我跟你講 我一蘭拉麵最喜歡吃的那個方式 就叫四杯蔥 看不到麵 整碗都是蔥 然後看到會很可怕那個 香菜共和國 好厲害 這一集會不會有反香菜人士 然後來攻擊我們 就完了 夠了啦 我們先這樣子 手下留情 你知道我還是以為買那個香菜做的麵 我們收看地獄下午茶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看起來 不不不不不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